这个11月也将有几部韩剧同时上映,在这个漫长又寒冷的冬天,网友又能迎来甜蜜热恋的韩剧,像朴信惠玄冰的《阿尔汗布拉宫》的回忆,宋慧桥,朴宝剑的《男朋友》,还有尹君相,金玉珍的热情的《青草班》等,尤其是朴信惠和宋慧桥,几乎很久都没有作品回归。 这次同时播出,相信年底又是一场韩剧女神大战。 当然金玉珍妹妹的热情的《青草班》也有非常多的人期待,金玉珍虽然总是饰演女主儿时,但是现在金玉珍已经可以挑大梁做女主,尤其是和朴宝剑主演的《云画的月光》,真的是感叹这个小女孩终于长大了。 不过金玉珍的热情的《青草班》还未播出,就有网友爆料这部电视剧将被翻拍,并且已经被案,一共30集,讲述了邋遢女孩奥双和杰匹老板善杰的故事。 在爆料的资料中,中国版《女妖》主演为黄景玉出演男主角杰匹创业总裁张善杰,沈月出演女主角,25岁但也青年级奥双,由韩国SBS首席导演陈鹤出任导演。 不过这份名单只是一妖,并没有完全官宣,现在黄景玉和沈月都属于事业的上升期,能不能演还真的不一定,但是网友看到这份名单后纷纷表示,邋遢女孩这个倒挺符合沈月的。 韩版的女主金玉珍1999年出生,虽然年纪小,但是已经演过很多的角色,是个不折不扣的小童星,曾经出演过《一支眉》,《拥抱太阳的月亮》等,同时颜值,演技也均在线,所以还是有很多的网友对这部剧系代值满满。 而沈月因为出演至我们单纯的《小美好一炮走红》,之后参演的电视剧也是大IP改编,如新流星花园,不过现在沈月的演技遭受着质疑,再加上沈月的颜值很大众,气质清新,相比之下腥味不足,不过剩在年龄小,相信沈月只要肯努力,作品才是王道。